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節的即市攻略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市況 首先是內地股市方面 上證指數升21點 報3022點 深淨城指升98點 報10544點 互心300升22點 報30239點 港股方面 恆指最深步20771點 跌32點 國企指數905點 升23點 大市成交395億 這位嘉賓請來Harry 跟我們跟進最新的市況 Harry 你好 Harry 先和你跟進一隻今日的焦點股份 有編號3699萬達商業 見到上市超過一年的曼達商業獲得母公司 大連曼達提出私有化 大連曼達初步計劃全面收購曼達商業的H股 每股作價最少是現金48元 但曼達商業昨日的收市價有接近24%的日價 現時曼達商業已發行股本6.52億股H股 以及38.75億股的來資股 這次沒有公司得私有化的攝資 最少是313.22億元 見到今天的股價升了這麼多上來 是不是都反映這個消息 對曼達商業來說是一個好的消息 好不好應該股價應該大家都看到 如果看48元這個作價來說 就看它的IPO本身的價錢 搞了15個月 時間性來說 比市場的看法上是有點驚訝的 因為只是上市了15個月 很少聽到這麼大的股份 玩了15個月之後 立即私有化 這次為什麼 使市場都比較意外 一個主要原因 看看接下來 曼達私有化之後 會有什麼動作 暫時去看 我相信股價表現 應該都在這些位置走上落 本身要走出48元這個區間 即是在猜測會不會提價 因為如果你說用通告去看的時候 它用最少48元 但是就看回它的NAV 其實剛剛公佈的數字 就40元一股 所以再提價的機會 我相信會比較低些 消息說曼達商業上市以來的股值 長期被低估 內資的股東因為這樣 所以強烈要求回歸A股 以獲得合理的股值 加上兩地上市增加管理成本 因此作出C有化H股的決定 消息強調 H轉A是因為A股的股值較高 而且公司的商場都在內地 讓投資者容易更多了解 投資界亦有一個分析 認為香港上市的平台已經失去了作用 因此A股市場或其他市場 是更好的選擇 Harry 你覺得這次C有化的舉動 是不是都其實看視了香港上市平台 已經失去了作用 我不知你的投資界是哪個投資界 我非常反對看法 如果你說A股比起H股 有一個高一點的股值 沒錯 我們看到很多板塊 都有同樣的一個效果出來 包括大家炒開的金融股 但我覺得如果你說 每次都因為股值高一點 走去那個市場去做的話 我想H股這邊 是不是所有內銀都要C有化呢 是不是要C有化整個H股 轉去A股就搞定了 我想質疑這些市場上股值的看法 其實是一些非常幼稚的看法 第一件事市場裏面 我們特別在香港裏面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成熟的市場 亦都擁有很多層次的一些投資者 包括散戶亦都有 有基金 有長線資金 有一些不同的衍生工具 是一個對比起A股來說 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市場 大家都知道 所以如果你說 我用萬達做例子 如果你說在管理層的角度 模擬它都會覺得 那個股值 為什麼長期的PE只有四、五倍 好像是一個比較低股的情況 如果我又反問萬達商業來說 這幾年其實你交的那條數 也都不是這麼特別的數 不停地搞很多那些輕痴產的概念 其實市場亦都有試過去購買你本身 一個轉型的過程 只不過就是你的轉型可能要搞四、五年 那條數交不到的話 股價自然都會倒下來 而且如果你說有一個最簡單的股值的看法 就是它做商業地產 如果你說房地產那邊 其實都是比六至九倍PE的時候 商業地產其實那個流轉量 又或者是那個股值上面 一向都會有少許 discount 給回四、五倍的股值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合理的看法 因為投資如果你說轉去A股的時候 很多時候因為一個不太成熟的市場 大家會聯想起不單只是本業 想起萬達商業想起什麼呢 想起黃建林先生是一個首富 想起它有很多足球隊 想起它有很多移樂的事業 想起它有很多不同的Click Clown的其餘事業 本身都可能會放在3699 這個本身商業地產作為A股的股值 那些人是這樣想的 但其實如果你說本地市場來說 我們H股是很理性的 這麼多大行 這麼多基本分析放下去的時候 就只是看你商業地產 你的商場給到條數出來 有個高增長的 我們就會高一些PE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我會覺得我明白為什麼 可能叫做C有化H股轉去A股 得到一個股值相距比較高一些的定價 但我覺得如果由萬達商業 因為本地市場的股值長期偏低 而令到投資市場失去了融資功效 我覺得有點猶至 本身為什麼萬達商業 最初又要走過來H股上市 如果你覺得不行 那你為什麼開頭又要定價在這裏做上市 這是一個疑問 所以我覺得暫時去看 今次來說 我不是太喜歡 本身質疑市場股值偏低 不合理的原因 是回到的 所以當然這些 講了這麼大堆事情 都是一些猜測 他不會寫一個通告 說你H股市場不行 所以我回A股這樣寫下去 但相信都會引起市場 不少人士去猜測究竟 黃健林先生 這次上了15個月之後 舉動是什麼呢 大家都很值得去深思 明白 看到通告說 強調萬達不是看淡香港 未來仍然會在香港 物色項目 也會將部分業務總部搬回香港 萬達商業在2014年12月底 在香港上市 IPO集資超過288億成為新股王 但掛牌首日跌穿了招股價 看到今天的股價 是升上來 但仍然未去到 剛才所說的作價48元 如果投資者有興趣的話 這些價位還可否告罪呢 48元我覺得 未到臨近私有化之前 也未必到達到的 因為如果你用回新世界 中國做的例子 其實當時私有化的價格 是7.8元 去到7.5元 已經停了 因為距離私有化開會的時間 還有些時間 其實是有些執行的風險 不是100%一定是私有化的 如果你說黃建林先生 保持50%多 其餘40%多 如果有人投反對票那怎樣 所以定價上面 或者大家看股價上面 我自己就不賣這幾元 所以如果你說 在觀眾的角度 剛巧撞手實 見到他之前業績出來 你買了三十多元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放感大部分貨先 所以再提價機會是低的 因為我看NAV股值 每股只有40元 你計算48元 都有兩成的Premium 所以暫時去看 我會覺得 定價會高一點 或者股價再衝上去 機會應該會慢一點 謝謝Harry 看到3699的曼達商業 最新股價45.9 暫時的升幅超過1.8 今天的盤中 也是高見一個月的高位 曾經去到47.2 最後再和大家跟著藍籌股的最新造價 匯控跌1% 佈48.65 中移動升1% 佈85.9 建行跌2% 佈4.96 公行跌1% 佈4.32 中行跌1% 佈3.21 港交所求穩佈186.8 中人壽偏遠佈19.08 有幫保險偏遠佈43.75 騰訊偏遠佈158 金沙中國跌跌1% 佈31.55 長和偏遠 新鴻基地產偏遠分別佈101.8 新鴻基地產佈95.2 九龍昌跌1%佈42.15 中海外升1%佈24.7 華氧至地偏遠佈19.94 三拖油系各別發展 中海由偏遠佈9.03 中石由靠穩佈5.19 中石化靠穩佈5.02 均能能源無升跌佈6.69 中國神華升1%佈12.08 恆指最深佈207.8 跌60點 國企指數8987點 升8點 大市成交409億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Harry做回申報 剛才提及股份或者接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感謝你長相的分析 待會回來有有問必答的環節 待會再見